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我們請一下部長,好嗎? 委員好 部長你好 這個我想也不例外啦 大家還是蠻關心那個文明院的事情 大家好像不太差 這個部長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現在到底 他請問你,我就很簡單題來講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違法? 第一個我們希望他趕快把調查報告出來 我們希望這調查報告出來 我們會建議說有一個客觀的第三個公正的團體來看這件事情 我才有辦法談他到底有沒有違法不違法 我目前憑這樣的東西我不能講他違法跟不違法 可是你已經在公開表態啦 你認為是他做的不好啊 我認為說他在,不是我說他做的不好 我是說在這溝通上面可以再 再嚴謹一點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好 王家他到底有沒有收到 這個通知 他收到,他有去參加 他沒有表達意見 他沒有表達意見到底是不是認同他贊成 這裡面事實上有很多的疑點必須要承認 其實類似這樣的案子,其實我選民服務做很多啦 是 就是說政府比如說送他 其實我為此還修了一些相關的法 是 政府比如說送東西 送東西 送那個通知到你家的時候 一般都送到戶齊啊 對 他有時候人不在戶齊啊 是 我就處理過這樣案子啊 ETC通過的時候 就這樣子要被處罰好幾千塊 幾千塊我們立法委員也要做選民服務啊 是 就是他證明他確實不住在高雄 可是這個單子寄到高雄 等到他登到這個單子的時候 他已經 他已經怎麼樣 已經過期了 已經要處罰了 所以這個都是 像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還蠻多的 他不是覺得文明月這一件 所以這一件到底怎麼樣 這個我看 看的感覺好像 社會當然就已經給他公判了啦 但是我是覺得說 台北市政府 我不知道這個報告什麼時候出來 是你們在調查嗎 誰在調查 不是應該是市政府他們自己要去調查 這調查 對不是 我們是政策單位不是執行單位 那他們現在王家又 辦回去要重新蓋房子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這件事情要非常小心的因應了 我們可以理解他的情緒 我們可以理解這個 這個學生的一片好心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會主動的跟台北市 趕快來因應這件事情 我們不希望 第一個 不要把都更污名化 第二個不要把基層公務員 跟警察污名化 因為其實大家在執行 這件事情都有很多的無奈了 我是覺得我們真的很快 把這件事情釐清 讓他還原真相 假如真的有違法 該怎麼辦 假如真的有違法 就才有救濟 你沒有違法就沒有救濟 所以我覺得 現在已經幾乎把都更 已經是跟官商勾結 畫在等號了 我覺得那是不對的 都更又等於是財團 財團畫 也都是財團7 也都是畫等號了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我覺得還蠻可怕的 因為這個城市 比如說 我的溫山區 也是很多是老舊社區 大東區最多 萬華區也很多 其實很多 還要代表我需要都更的幫忙 這個都更我跟妳講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 是 都更從申請 然後到全部走完 請問幾年 這個快的話 拖個十年都是很正常 十年正常 最快我所瞭解 最快八年吧 是 台北最重要有獎勵 七年內 我給妳 農集獎勵等等的 一般來講都超過十年的 是 其實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我覺得 都更搞到現在 這個樣子變成是都更好像 都更就是 變成是 有點被污名化了 這是我們也很擔心的 我們非常 因為都更是非常重要的政策 因為而且老實說 地方現在財源這麼缺的情況之下 地方政府這麼缺的情況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以前在新北市當過副市長 這應該是在副縣長以前的 我們聯合北市跟 一個整個大台北 台北市新北市 加起來好幾個立委 包括我的選區 包括台北市其他立委的選區 包括新北市的選區 這個連起來 就要一兩千里 中共都沒有錢了 沒錯 所以 都沒有錢怎麼辦呢 其實你整個台下發展 中共都沒有錢 加稅也不敢 然後漲價也不敢 這個東西沒得到 政府就停擺了 其實都更是一個 假如做的 都更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途徑 可以讓都市政府 地方政府不要出那麼多錢 的情況之下 然後市容做起來 而且某種程度 也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 是 對不對 那現在弄得 我不知道 你說你三個月提出來 大概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大概方向是什麼 你準備提修法方向是什麼 大概方向 譬如說 到底是多少 百分之多少同意 好 才可以成立案子 包括這個 所謂的社會公益 那社會公益的定義是什麼 可是這個很難喔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你用多數學 那還是 文藝院的事情還是會發生 它就一件 它就 全部 等於是共識學 要百分之百都同意 不可能 對不對 現在 現在只有一半嘛 那你要把這個提高是不是 現在是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 這樣把它提高 這大家要討論 我認為百分之八十的比例已經 百分之八十其實很高了 已經很高了 已經很高了 只是說今天的問題是說 假如我有不同意見 我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那問題是在執行面 我不覺得這個法需要 這個當然這個法裡面有些條 那這樣子你就不是說太快了 那修什麼法呢 按照你講執行面 那就不用修法了 當然要修法裡面 譬如說剛剛吳玉森委員指教了一些問題 事實上這個法道今天是有很多盲點的 譬如說 譬如說剛剛講 是不是建商他有這麼多的權限可以做這件事情 還是在某些東西是應該政府來做 而不是讓建商來做 我覺得這裡面都都需要來來仔細的討論 我覺得因為這件事情也不是我說了算 我們會辦很多工廷會 我們會把基層的這個執行的這個政府請來 我們會把這些專家學者找來 大家一起來面對我們所有的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們會盡快了 我們真的會盡快 我們跟第二個 跟今天的題目有關的 其實除了老人化之外 有一個叫照顧弱勢族群 其實我是內政部最該做的 那現在其實馬總統在上一任推動居住正義 那個地價房地產實價登陸 這塊其實是很好的開始 今年7月才開始做 結果還沒有開始做 馬上就有人在打槍了 所以因為要做 所以不斷把公告限制提高 因為這樣子造成有些本來在低收入戶可以補助的 現在不能補助 或者是說原來低收入戶變out 這個線子怎麼拉 所以 我幾乎所有選區選出來 立委常常碰到這種問題 就是他後來後來 後來陳情說 去年起低收入戶 今年為什麼沒有 這裡面的規定 你不要說一下 我知道 因為這樣子造成他的財產的價值增加了 他就喪失了他低收入戶的身份 這個部分我們在整理資料 我們會盡快來做彌補 因為他事實上 他是帳面上的財產增加的 他實質的收入並沒增加 這個是我們會盡快 在國民年金是需要修法的 那很多的津貼是不需要修法的 那一塊我們會趕快把它給補起來 那修法的部分我們會盡快來做 另外一個 我想今天老齡結構老齡化了 當然跟台灣現在不婚晚婚 不生小孩都很有關係 跟少子化是相關 內政部有沒有具體的鼓勵做法 因為各縣市都有鼓勵 像台北市第一胎兩萬 然後每個月2500 一直補助到五歲內都有 台北條件也不錯 但是增加也是很有限 大家認為那個不是問題 其實補助的效果其實很有限 你即使用托育補助 其實跟他真正付出的托育費用 其實比例也不高 所以我是覺得當然我們從補助方面 我們能做的儘量做 今天譬如說新北他們辦的那個公托 事實上是一個蠻好的政策 在九千塊就可以找到一個品質 很好的托育單位 所以這個模式我們會在全國推廣 除了這個模式 我可不可以跟你提一個意見 這個意見當然可能要算一下 我老叫你算一下 我這樣提出來一個這樣的看法 因為台灣現在人口出生率實在太低 全世界倒數第一名的 鼓勵大家生育 鼓勵年輕人生第三個 第三個生到第三個 由政府全力支付 從小學年到大起畢業 可以嗎 這個我們要算一下 算一下 不說很多錢 我們要計算 人口我算過了 有第三台的比例 你知道多少嗎 我不知道 在 一萬四千兩百四千 民國99年的時候 大概佔了八點五五趴 十到九趴 是 不到九趴的話 老實講這個 你如果再去掉排富 一萬四 對 我知道一萬四 你要讀到大學 那是 那是不得了的天文數字 也不一定 你好好算一下 我們會算上看 不是 比如說我就練國立大學 國立大學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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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青年實力大學可以 就是國立大學的標準 國立大學的標準 真的我們還是要衡量我們的 我們會去算 你會去試算好不好 我們會去試算 我也不需要衡量我們的 我覺得 這個福底重新 這是最快的方法 你這次一個太慢了 這次生三個 繼續年輕人 第三個 第三個 政府給你鼓勵 小學年到大學畢業 這個東西 其實現在最貴的是 教育費用最貴 你也知道 其實最貴的是在托兒所的這一段 前面教育 對啊 你這個 托兒到這個幼稚園 這才是 幼兒園才是最貴的 大學也是很貴 不然就都來 所以我說都來 都為 不然 你舉行不過 前面就家 我們會回去精算 你說現在 國中高中 也馬上都是義務教育了 國中高中 其實花的錢不高 都不都 大學 那兩端 我覺得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不會想像中變成一個天文數字 我們來算算看 你算一下好不好 你算一下 最後一個 這個 對於 老人的 這個 來看的話 家庭的習慣 你要不要鼓勵 比如說兩代同堂 或者三代同堂 因為這個鼓勵 我們鼓勵三代同堂 鼓勵三代同堂 怎麼樣鼓勵 應該應該 怎麼鼓勵 你在三代 你到三代同堂 我們會在記點數上面 讓你加計 你的這個 加權會 會權重增加五分 這樣也看起來聽不懂 有什麼距離 有什麼距離 有什麼 三代同堂 不簡單 你 當然一個是觀念的倡導 這很重要 我們要怎麼樣去倡導 家庭的價值 三代同堂的意義在哪裡 這個一定要加強宣導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對於他們有一些三代同堂 如果說他有一些住宅的上面的津貼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給他做一些的權重的一個比重的加分項 那個 我知道了 你現在還是只是這樣子 我感覺 你說 三代同堂 可以可以給你減稅多少 三代同堂給你禁貼多少 快快 這不如三代同堂 比例很低 你知道比例多少 你知道嗎 這個 講到稅那是財政部的事情 你可以提提供給他們嗎 最後一個我以前在修法的時候 修這個老人福利法的時候 提供一個團體家屋的概念 團體家屋啊 後來因為折衷一下沒有辦法入法 可是有附帶決議 有個示範 現在做的成果 我覺得我需要一份報告 因為 因為你們覺得不錯 可是就 業者來講覺得 團體家屋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容納在你家的附近 容納四個五個老人 然後他所謂的 你可以去看 感覺還是住在附近 這個其實可以好好推 因為畢竟老人的社會 其實是要好好的去照顧他 好 謝謝指教 請張小邦委員 主席有請部長 部長好 我想 第一 提醒上一次 我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除了民間的居住正義之外 也希望政府單位能夠及早擬定一個政府機構裡頭的辦公人員的空間的比例 多少位階他的辦公室多大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這個問題會更嚴重 他們因為地比較大 他們有時候那個辦公室無限的擴張 而且喜歡蓋到非常高 你要去他們辦公室的話 可能要先爬二十層階梯 然後進入那個像皇宮一般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呢也有這樣的問題 那希望這個我上次提的 能夠給我一個一個擬定的法案 當然既定已經有的首長的辦公室也許很難再去把他們縮小 但是至少將來有有新的辦公室的時候 不要每一個單位非常的本位主義 把自己的空間蓋得非常的大 好 接下來呢我想要提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呢是在我們照顧老人的時候 可能會附帶碰到的 包括老農民還有一般的老農民都會碰到的 那就是台灣的特產非常盛產的一種人物 他們的企業已經變成跨國企業 就是因為他在所謂的中文 有人說的